寫入部分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就是這一段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參考 其實我剛剛寫的就是放在第11頁 重點其實就是這五行 有沒有 這個是把Exail呼叫起來 反正就是檔案工作表 然後再Append到裡面去 然後最後Save 最關鍵就是說 我需要把一個List2給建立起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提供了可以參考 你們可以在自己針對別的資料試做看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練習 這樣的話Python的資料到Exail 這件事情就變得好像不困難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範本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留下來 其他當然可以變化一下 如果不要寫就可能寫10個人 不要寫50個人 那也可以寫只兩欄 或者固定幾欄都OK 那底下的話這個是有關Charge V給的一些相關的參考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覺得寫的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它比如說這邊它 好像大致上也OK 也是一樣它是先用 它用For each的方式 就是說它把一個一個每個抓下來 Append 進去 那倒也是OK啦 其他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這個可以自己再稍微比較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讀取的 那讀取的話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反過來 假如說我已經在我的這個 根本錄底下有一個叫Member.xlsx的檔案 裡面的話就剛剛各位看到 我們剛剛有把它打開 就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就是有五個欄位 五十個會員 那假設我希望反過來 我希望我產生的這個檔案 我自己再把它讀回去 然後再print到那個什麼 就是工作控制台的那個地方 那這個要怎麼做 所以如果你要反向去讀 假如說我要讀取也非常簡單 那它的概念基本上也一定要產生什麼 產生幾個東西 這個是必要的 第一個一定要import這個東西 這個毋庸置疑 然後第二個的話利用這個什麼 open.py.xl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aw raw的話是載入 載入什麼的 載入wabook wabook我剛剛講過 就是一個檔案 那接下來就把那個檔名給它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我run一下好了 所以如果我反過來 我希望去讀取這個檔案的話 那我就可以跟它講說 我import這個 然後raw 所以關鍵是這個 點raw這個工作簿 然後給它檔名跟副檔名 那一樣呢 有工作簿之後的話要有工作表 那工作表要怎麼產生呢 就是wabook 後面的話你就可以點指向第一個工作簿 不過你會發現我這邊是指哪一個工作表 不過如果你假設要用剛剛的方法也可以啦 我們剛剛好像是用什麼 我們不用那個名稱啦 我們好像用什麼 叫active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active的話 你就不用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那基本上就是那個工作表 OK 所以就第一個啦 預設的就第一個 如果說你假設可能你的工作表不見得是第一個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寫成剛剛我寫的這樣 叫worksheets 中瓜糊 然後呢 裡面的話給它鎖影值 這個鎖影值的話 值得是第幾個 不過很妙的喔 它的鎖影值是從0開始 並不是從1開始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指定錯誤的話 它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如果你要讀的並不是第一個 那你就不能用active active僅限於第一個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然後 所以如果你要其他的 你可以用worksheets 然後中瓜糊 除了給數字之外 其實也可以給名稱 有沒有 名稱的話記得是一個字串 你也可以指哪一個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OK 所以這個順便講一下 因為將來不是說每一次都只有一個 如果你有多個的話 那你可以在worksheets上面動一點手腳 當然啦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就沒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用 點active啦 所以這個我還是用剛剛那個寫法 我是順便講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當然 如果我有工作簿就是檔案 然後打開來 有沒有 ecell檔打開來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裡面的工作表 那我就指定第一個 預設就第一個 所以你會不會打開 一定預設就停在第一個 目前也只有一個 所以不會其他一個 再來要指定什麼 指定哪一列 有沒有 所以你總數 目前幾列 Ctrl向下 總共51列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寫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就是從第幾列到第幾列 然後把裡面的資料逐一個抓出來 clean的出去 這樣就OK了 那我這邊的寫法是這樣的 這個寫法是一樣底下是一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後面的話一定是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從1開始 然後去工作表裡面有一條max row max底線 row的話 它這個屬性就可以抓到說 你目前最大的那一個列在哪裡 有點像是你游標放在A1 Ctrl向下的意思 Ctrl向下不是51嗎 它就會幫你把51這個訊息 丟到這邊來 那因為呢 如果你放在那個Range的後面 那個是停下來 停下來的話一定要加1 如果沒有加1 它就51就沒有輸出 變成只有跑到50就停了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要加1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就是分別把每一個儲存格 每一欄的資料通通都輸出 可是底下這個寫法 我是覺得有點瑣碎啦 但是應該比較好理解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從這個工作表裡面 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這個跟VBA的寫法還蠻像的 因為VBA也是一樣 哪一個工作表 它是也用Sale 但是VBA裡面是用Sale加S 它這邊沒有S 這個可能不一樣的點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哪一列 跟哪一欄 那因為剛好呢 我要抓的是從E開始嘛 所以它會先抓第一列的第一欄 就是A欄的資料 OK 抓到了之後呢 再串什麼呢 串逗點 然後再把第二欄的資料抓 所以它就會先怎麼樣抓 它會先抓編號 逗點、姓名、逗點、生日 一十類推 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print之後的話 print之後換行嘛 再換下一個 所以等於就是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就是一樣 所以我剛剛是把這個寫完一個之後 把它複製貼到後面去 變成2 有沒有 然後中間一樣串一個逗點 然後再貼3 再貼4 沒有沒有 這個改 這個沒改到 這應該是4才對 這個應該是5 好 這樣應該OK了 把它print一下 各位看一下 理論應該這樣就寫完了 執行 那你會發現 print的結果 它就會幫我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逐一輸出 所以等於又可以從以色列裡面 再把資料抓回來的意思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點 這邊好像有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也不太理解 因為一般的話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剛剛那個 worksheet的編號是從0開始 對不對 可是很奇妙的 它的roll有沒有 它的列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是從1開始 也就是它的列你不能從0開始 我記得好像是不是從0開始會有bug 我看一下 執行一下 它出現說 它這邊如果必須一定是 至少是1 這很奇妙耶 它其他都是0開始 那只有列呢 是從1開始 那我在想說 如果你假設你全部都0開始 你為什麼全部都不同意一下 但是它很妙 它列的部分是1開始 但是儲存那個什麼 那個工作表它是0開始 這個可能要注意 因為這很容易出錯 這個我也沒辦法理解 我想說你都0開始 為什麼這個地方一定要1開始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概就知道 就是說1開始 然後藍的話也是從1開始 所以列的數量從1開始 藍的數量也是1開始 OK 其他0開始 這個好像沒統一就很麻煩 不過當然知道一下 所以我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那這個程式呢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幾頁 第14頁上面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這邊有一個地方我好像沒改到 這個應該改4啦 這個應該改5才對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注意一下 就是指的是第幾欄的意思 這是第4欄 這是第5欄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我抓到這個工作表之後 那我把這個工作表 逐一的從它的儲存格裡面 去抓它的資料出來 那我是先抓第一列的第一欄 第一列第一欄的資料 再抓第一列的第二欄 橫向的嘛 然後抓完一列之後 再換到下一列 再換到下一列 以此類推 直到呢 最MAXRAW MAXRAW最後的那一列為止就停下來了 OK 所以把這一段程式 如果你把它Run一下啦 基本上這一個檔案的話 裡面的資料 它就會被我直接print了出來 應該沒問題 OK 沒問題 當然如果你們可以試試看 其他的ECEL檔 讀取也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我覺得 重點就是說它的程式好像其實也不難理解 而且寫起來我是覺得它結構 跟那個ECEL裡面的VBA真的還滿像的 就是工作簿工作表 然後再來就是儲存格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階層的概念 所以其實如果以前你有寫過類似像VBA裡面的程式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還滿友善的 滿親切的啦 因為寫法好像都雷同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這個讀取ECEL檔案的部分練習看看 那後來我就想說 我既然寫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寫法還滿精簡的 那我想說再問問看CHARGVT一下 有點像問一下專家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寫法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的回應 他寫出來的另外的寫法 他其實上面的部分都一樣 一樣用LOW或不可 一樣是LOW或不可 那一樣是ACTIVE這個都一樣 所以上面的部分其實算是都一樣的方法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說他的迴圈 他用了一個屬性 叫做 INTERROS 這個屬性的話 他可以把怎麼樣的整列 這個寫喔 丟回來是一個所謂的這個串列 有沒有 我們剛剛是一個一個儲存格去讀資料 有沒有 所以我分成五個儲存格 有沒有 五個儲存格慢慢讀 但是他這個寫法是整列資料先取回來 然後丟給前面這個叫ROW的一個變數 所以for ROW in這個什麼呢 interROS 所以他就是一列取出來丟到ROW 然後ROW的話前面在用什麼方法 他這邊是丟到五個變數啦 你會發現這個五個變數 這有些是簡體字有沒有 對 應該有可能是這個對岸寫的程式 當然你這個可以改 你如果名稱 你覺得說這個五個名稱打這麼長有點囉嗦 像我個人習慣 我習慣把它改成ABCDE 有點像藍位名稱 有沒有 我丟回來這邊ABCDE 然後我再把它print出去 各位 也可以 所以那至於哪個方法好啦 反正你自己習慣就OK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他給的程式 但是這邊有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他這邊有個叫Mini RAW有沒有 Mini RAW應該就是 就是初始哪一列開始 不過他從第二列開始 那變藍位名稱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從第一列開始 這邊可能要改成1 而不能改成2 這個可能要小心 其他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後來修改 我修改成這樣 那我是讀那個手機 姓名跟手機兩欄 我是把它改成B欄跟E欄 然後最後把它print了出來 也OK 那改的話 最小欄這個是1開始 那這裡的話有關那個 就是ECL的檔案讀取的話 或許可以試試看 或許可以試試看 我可以試試看 感谢观看